将狩猎成果排放拍照 这可不是炫耀捕猎技术 而是要将繁野成灾的外来种绿烈烯 尽可能猎不移除 保护原有生态 那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移除的数量是两万三千多只 那评估到年底 可能数量上面 也有可能再超越去年的移除数 绿烈烯约产于中南美洲 后来被人为弃氧 绿烈烯开始在野外繁衍 由于繁殖能力强加上没有天敌 在中南部的田野间几乎水处可见 严重破坏农田幼苗造成农损 农民有遇到或是民众有遇到 绿烈烯侵入自己的住宅 或者是说侵害自己的农作物的时候 我们就让民众可以自行来捕捉 那把这个捕捉到的绿烈烯带去 我们有两个消防分队的注点 可以来兑换农家 移除绿烈烯中南部县市全动员 屏东县府也既移除奖励计划 台湾需要持续加强 外来入侵众的监控和管理 并提高民众对弃氧问题的认识 避免进一步加剧生态危机 原自新闻一顾楼欧 屏东县采访报道 好 中文字幕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